鏡頭來到馬來西亞 在雙溪大年第一顆慈濟種子犯悅因 之前因為胃癌忘生 最近法卿為他舉辦追思會 送他最後一程 告別世上有緬懷也不捨 我把他當成我的姐姐 有什麼心事 我都會找他 我跟孩子們深深的夫婦 不趁月再來 馬來西亞雙溪大年的第一顆慈濟種子犯悅因 六月初不敵病魔暗想此事 犯了詩說 他退休過後的日子 他要好好的把握 所以那時候我們18組的師兄世界 沒有人敢偷懶 他相信慈濟在SB可以救苦救難 生前擔任教職的犯悅因 志工們都映稱他為犯老師 1996年慈濟在雙溪大年剛剛起步 他和先生郭松錦把自己的家當作聯絡處 20年來不管是仿式 做環保慈善意脈 他都帶頭做 即使後來病痛成生 他也沒放棄付出的機會 身體病痛並沒有讓我在這條人生道路上 扭爪 退縮 因為在這個大家庭裡面 每一位法親家人對我的祝福 對我的愛與陪伴都讓我步伐依舊堅定 范月因瘦弱的身形 凡是親力親為以身作則 是志工學習的典範 范老師他就好像一個磁鐵這樣子 他有在地方他就會把大家系住在一起 我想這個也是為什麼雙溪大年的慈濟之溝 到今天我想大家的心還是很黏在一起的 因為我們有一個我們真正可以作為模範的一個大家長 真正的一個人品典範 我的師姐范老師這一生用他的生命來朝自己照料 我能夠跟他在實際的菩薩道上互相扶持 是我這一生的驕傲 我能夠說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